大家好,我是毓敏 我現在要宣布 關於毓敏在MyRadio的節目直播 和重溫的安排 在直播的部分 我的節目包括毓敏踩場 毓敏踢爆、毓敏回客室 都會在我的Facebook戶口直播 亦都會在MyRadio的Facebook專頁直播 新的,再加一個 就是YouTube王毓民頻道 亦都可以看到直播 大家看完之後 可以在這裡按訂閱 你便可以看到 毓敏在MyRadio的節目直播 還有 毓敏的YouTube頻道 你可以看到 過去八年 黃毓民在立法會的發言傳記錄 非常精彩 記得要訂閱 毓敏YouTube頻道 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本土最前線》 今晚繼續有我張逸 還有賴沛 賴沛 賴沛又出現了 各位觀眾應該沒有見賴沛很多個星期 不過不要緊 大家最熟悉的黑妹又回來了 今個星期 講到任何事之前 首先都要買賣廣告 話說 今次是買什麼呢 其實跟上個月很相似 都是黑膠碟 都是張國慧 但是呢 就是不同版本的珍藏 這就是 張國慧的為你鍾情大碟 同樣地 在現在到十月三十一日之前 今個十二月 繳赴MyRadio節目 本土最前線 也就是這個節目 2019年 一月份 節目月費 最多的朋友 以及總數超過一千元 就可以得到 我們MyRadio送出這隻黑膠唱片 以作為小小的回陣也好紀念品也好 上次那隻就是紫色的魚裝版 今次有什麼特別呢 今次就是白色的 亦都是不同味道 其實我也是來了MyRadio才知道 黑膠碟不是黑色的 對 黑膠碟不是黑色的 我以前有見過不是黑色的 但是是透明的 我真的未見過白色和紫色 所以都幾特別的 對我來說 這個為你鍾情 1985年的 即是絕版 是原裝當年1985年的出版 九成新 亦都不是復刻版 即是當年的產品 所以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本土最前線 特別喜歡張國慧的 然後就可以加多些月費 看看可不可以拿到我們的紀念品 糟了 真的12月 白色都關掉了 因為冬天 冬天的病 什麼都出現了 你看到我很違反常規地 拿一杯飲料 做這個節目 你就知道我可能不太好 那些狀態 近企科學界 也有些很違反常理的事 出現了 有些什麼違反常理的事 我應該要問問你 因為我本身 讀開科學科學界 都會留意一下 你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 你有沒有留意到的是什麼 其實很難不留意到 嘗嘗 掉了 老闆,你可不可以專業一點嗎? 不知道 通常喝水就這樣喝 你不會有珍珠 就突然變得很不專業 一會兒研究一下方法 可能就這樣喝東西就吃了一顆珍珠 說回來 今個月也沒辦法 排下去有很多事情想說 很多事情想做 一直沒說 中國人何健斐先生 教授 何健斐教授 今個月發表了幾驚為天人 亦是驚天地一鬼神的研究報告 宣稱將一對姐妹成功的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做什麼呢? 就是拔取其中一條基因 從而令到她們對愛知病免疫 我不是科學界 亦對科學所知甚微 你有沒有什麼資料 我們平民是不知道的 今天要補充的話 就需要用整集時間去講 但是今天主要 可能大家沒有讀生物科 或BioTek這邊的朋友 可能會聽到一頭沒水 所以我今天主要不是介紹 關於基因上的硬知識 反而是想和大家看看 為何作為一個普通市民 都應該要去留意這件事 到底這件事 對於科學界來說 為何會這麼震撼呢? 所以今天會和大家討論一下 進入認真的討論之前 我也想說一個發辯 話說何健斌 你知道他在港大做了一個研討會 就是TVB的傳承 我想說現在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Hong Kong這個名字 為何呢? 因為其實何健斌 他是暫時 他發表了那個聲明之類 他出席的就是那個會議 就是港大會議 剛好就是在香港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會覺得 香港和這個人都有些關係 那香港就變成了全球違反道德 基因改造基地了 都說你的香港人是中國人 Hong Kong is China 你那些傻子又不傻子 搞港獨死吧 好 先回去 話說他在這個港大的 seminar 一邊講 你的 seminar一定有問答環節 問答環節的時候 一個亡我大中華之心不死的 西洋教授就跑去發問 他說何健斌先生 你這樣搞這麼多事情 也就是違反了我們基因改造的天條 觸控了人體基因改造的禁忌 亦都是事前相關的道德醫學的倫理 亦都沒有拿足充足的許可 這件事我就認為 是反映了我們科學界自我監管的失敗 何健福就即時否認 他說 我不覺得這個是我們科學界自我監管的失敗 我記得他很自豪 我一直看直播 我一邊想 當然啦 這個怎麼會是科學界自我監管的失敗 這個是中國人自我監管的失敗 關科學界是甚麼事呢 偷彎拐騙的事情 都是中國人做的 屌有種族歧視 糟糕了 這個真的很好笑 笑得很小 剛剛西洋教授 他有挑戰到的事情 其實我稍後都會再跟大家講 為什麼當中會違反科學倫理呢 開始之前 其實我想說 其實你知不知道基因改造這件事 是幾久之前已經有的事 基因改造呢 就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好像是一九四幾年 基因改造植物 開始 其實如果基因改造植物 例如現在吃的大豆 大家也不知道 例如大豆 粟米 粟米以前會看到很多紫色 很不漂亮 其實現在你看到 沒有紫色 只有白色和黃色的粟米 其實是基因改造的粟米 其實基因改造的食物 其實大約在十年二十年前 已經開始流行很普遍 所以你現在在超市買的 其實分分鐘都很絕大部分 特別是番茄 也很可能已經是基因改造了的番茄 歷史上 1946年 科學家有學術的突破 發現DNA可以在生物之間轉變 1983年 喂 1983年就厲害了 美國 不是 美國就是獨步全球 第一次成功是 培植一個抗 抗生素 一種對藥有一個比較好抗體的煙草 第一個基因改造的煙草 就是在美國的實驗環原下成功中成 但你一猜都猜不到 所以今時今日第一步踏進人體基因改造的國家 乃是大中華國 你稍微有一點錯 其實在這裏 其實在 我真的要看這個 因為我忘記了 其實在 關於基因改造 如果是一個伸直細胞 今次它是透過用 一個卵子和精子結合之後的細胞去做 確實是第一個 但如果在身體上的其他細胞 譬如是鋼細胞 其實是近10年已經有 這個我知道鋼細胞 我想指出的就是 你剛剛提到 基因改造這件事 是1946年的時候有這個發現 但其實有發現這件事 有這個理論出來 到你實際真的可以實行 其實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當然 需要很多的試驗 和反覆的論證 才可以保證到這件事是好行的 才可以推出來做 所以當中也隔了 37年 美國才是第一個成功的 基因改造煙草種植 但你又打斷了 我們中國偉大崛起的事跡 我剛才想說 就是1992年 你猜都猜不到 中國 而不是美國 竟然是全球第一個 商業化種植基因改造植物的國家 也都是我們中國 站起來的鐵證 所以這麼多年之後 1992到現在 26年之後 中國人再在這個人體的基因改造上 取得突破 絕對不驚訝 但其實 說回賀健輝那件案例 其實他這次所用的方法 其實都一樣是非常新的東西 因為其實他用的方法叫做CRISPR 其實簡單來說 他這個方法是90年代左右才發現出來的 所以你想想 去到2013年的時候 其實才有科學家 嘗試用這種CRISPR的方法 去改造老鼠和人的細胞基因 2013年 所以這個科學家 其實是非常新的 而且是很不成熟的 而接下來 其實想跟大家 很簡單介紹一下 到底其實 所謂的基因 DNA 和這個方法 其實是什麼 可以先去到圖 哎呀 對呀 這傢伙我本來想要開得出來 但我想 以你這樣也想 給各位觀眾看這傢伙的樣子 你看 資訊問問的 認住這個 就是我們中國 踏出位大霍興一部的 一個重要的科學家 他說歷史會幫他 沒錯 中國人未來個個都會30cm 而且對各種性病都是免疫的 將而可以透過性器官征服全球 嗯 嗯 好的 好繼續 我不想看到他的樣子 他簡化 我就用這些圓形的波波去表達 為什麼是波波呢 因為我想將東西比較立體 圓形的同樣 最簡單 人的DNA的最基本單位 就是這四個顏色的波波 紅色、綠色、藍色和橙色 它們是一坨一坨的 紅色是對綠色 橙色是對藍色 是的 然後什麼是基因呢 基因簡單來說 就是有很多波波都黏在一起 而這一串的波波 經過我們細胞工廠 做出來之後 可以做到一個蛋白質出來 或者可以做到一些物質出來 我們都會叫它做基因 而基因其實你會看到 有兩條 兩項 還有一個就是 掩飾體 我們經常看到 譬如唐氏中合症 那些沒有了掩飾體 第21條沒有了 或者有些很奇怪 什麼叫XXY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沒有 譬如有些人 他是男人 即是他有一條Y的chromosome 有Y的就是男人 是 Biologically 是 Biologically 喔 23隊,我真的太懶惰了 而一隊的,有1,2,3,4,5,6,7,8,9,10去到23 1,每一個數字都有一隊 換言之,第一隊,第二隊分別有兩個X 兩個X,兩個X,是一對對的 換言之,這個是關於控制CC5R的基因 其實是有兩個存在在身體裏面 有兩個剪輯 所以其實他用了CRISPR的方法 是怎樣教的呢? 就可以過下一張圖 其實CRISPR科學家是一個細菌 或者是單細胞 發現了一個系統 他專門用來對付入侵的病毒 所以其實他這個,你就當作是一個剪刀的用途 這個CRISPR,譬如可以拍到這個紅紅666的圖案 你看到頭尾都是紅紅666的 他看到之後,就會剪掉你的 所以中間這一部份就可以扔掉不要 譬如今次何健康的實驗 其實他就是想將CCR5 就是其中一個會被HIV病毒碰到的一個蛋白質 那個基因想剪掉它 然後可能會造成其他的multant方案 然後透過人類給它一個樣本 就可以塞回原本的基因 在這裡就變成了第二條的gene 所以他出來的蛋白質 就變成了第二個蛋白質 嗯嗯 這裡簡單的講解 所以其實賀健斌 他就是透過去更改基因上面的單元 就是那些波波 從而令到他做出你的蛋白質 變成不同的樣子 但實際他其實做了什麼呢 可以過下一張照片 對 對 最上面可能大家近一點的屏幕看得清楚一點 最上面就是我們最原本的基因 你會看到有什麼AGAT 其實就是剛剛那些綠色的波波 橙色波波那些 然後你會看到下面有一堆數字 好像你驗眼一樣 有RSQKE那些 你見到嗎 我驗眼了 對 像驗眼 其實大家可以不用理 簡單來說就是三個波波就會出了一個代號 那些代碼 組織在一起就會變成蛋白質 對 所以其實最上面那個就是我們 人類最自然會出現的 就是unmodified 未跟過之前就是這樣的 那那個Delta 32是什麼東西來的 其實這個基因是在歐洲那邊大約有10%的人口 是一些天然的基因特變而有的版本來的 那他們就是在第32個就沒有了 沒有了32個波波 所以後面那些就會移動了 所以變相他們出了那個蛋白質 是對這個HIV病毒是免疫的 然後何健夫他做了什麼呢 剛剛你也有提到 就是他做了兩個 一個叫Nana 一個叫Lulu Nana Lulu 其中一個 Lulu他做了15個 做了15個波波 然後其他後面那些就會移動了 然後Nana 他分別 剛剛有說過掩飾體是一對對 所以你要改的話 是要改掉兩個 所以他分別那兩個 第一個就是 丟掉了4個波波 其他就移動了 第二個就是塞了一個波波 其他人就移動了 移動了一個位置 換言之就是說 Lulu那個其實是改了一個 就是他還有一個是未改的 而Nana 他是改了兩個 但是問題是 他改了兩個之後 整個蛋白質是完全變了 因為你要理解到 他只要不是三的倍數 他就會全部移動了 因為剛剛提到 你三個波波就等於一個代碼 是 這個代碼 不同的組合就會有特定不同的功用 所以 變相就說 Nana 其實他出來的一些蛋白質 分分鐘是 完全另外一個蛋白質 可能會變成外星人 暫時去到這個階段 會有特別的問題 暫時去到這個階段 當然不會去到外星人 但是也極之有可能 如果他剛好出現了一個蛋白質 但是有可能會影響到身體的其他蛋白質 第二就是 幸好的 他出了一條肺的蛋白質 會變成無用 但是第三個 也是一個 最差的情況 就是他因為沒有了這個蛋白質 就是沒有了整條 是 整個蛋白質廢了 而導致他身體本身的機能出現問題 為什麼這樣說呢 譬如我們看回剛剛 Delta 32 有10%左右的人口會有這個基因 其實他們沒有了這個基因 會有什麼風險呢 包括有其他西尼羅可病毒的日侵風險 會比其他人高 也有研究指出 他沒有了CC5R的基因 其實也會導致一些 譬如在糖尿上的調節 或者可能是免疫系統 都會出現問題 其中一篇我都比較深刻 就是關於骨格的調節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功用 所以他現在輕易地把這個東西改掉 而且又不倫不倫 又不是遞掉 像上面Delta 32 也有改不齊 其實他弄了這樣的蛋白質出來 是沒有人知道 他們現在的功能會有什麼不同 雖然他聲稱暫時沒有明顯的傷害 所以long in short 第一件事就是 雖然他能夠免疫外肢病 但他對於其他很多病毒 或者其他身體上的疾病 他的免疫能力就低了 有機會低了 有機會低了 而兩個問題就是 他可能有一個潛藏的風險 不知道人會有什麼功能出現 對 因為其實 一個很坦白的就是 關於基因 其實 就算我們現在有 那些人類的基因 就是嘗試把人類的所有基因 全部都刷出來 但其實我們現在對於 基因的資料 其實都是極致入限 甚至我們在說 譬如說 譬如說 柏金遜 這次是一些腦部的問題 而跟他相關的一些基因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基因 都未了解到 或者為何那個 sequence 會是這樣 為何那個次座會是這樣 我們有很多問題都未理解到 所以我覺得 大家要帶著這個前提就是 其實我們對於基因工程 其實是一些很新的東西 我們對基因完全不熟悉 也都不了解 不是100%獎勵 其實他搞了一大單出來 而且他其實 應該是未事先在其他的生物品種上試 就算我當他是在老鼠上試過 但其實老鼠和人的基因 是差很遠 其實他一來就跳去人的那裏做 其實是一個很大問題 很危險 因為你要想到 之後那兩個 Nana和Lulu 他們帶過之後 有什麼問題 那怎麼辦呢 這個技術都比較新 應了三年 因為可能我們觀眾 未必有那麼多科學背景 雖然知道一個新的 特別是基因改造的技術出現之後 首先你要非人體試驗 然後你要人體試驗 然後你要observe 人體試驗之後的後遺症等等 所以其實每個 跟醫學上的科學很類似 你一個新的技術突破 不是說 你今天看到Cable News 在TV說 喂 出現了一個新的智癌技術 明天就馬上去用 其實要十幾年的反覆試驗 看看是否真的有用 還有什麼後遺症 才能夠真正去申請 變成你五年裡面的技術 你就這樣大規 很實在地去應用 人體上 沒有事前的實驗 評估的風險 其實是很危險的 還有關於健康的考慮 剛剛提到CRISPR 這個技術 其實這個技術 都是很新的 2013年 還有其中這一類型的技術 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會打錯位 即是脫靶 所謂的off target effect 什麼意思呢 剛剛提到可以前回一張照片 即是剪錯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 剛剛說他會認得這個 紅紅綠綠綠綠的波波 然後就會剪 但其實有機會 第一就是他會剪錯 第二就是他剪不中 第三就是他身體其他的基因 例如有條是負責頭髮的基因 他都有這個紅紅綠綠綠的波波 就剪錯了 對 都可能會剪錯了 這也是另外一個潛在的安全問題 這個技術本身也有很多風險 很不成熟 即是打一個比喻 人類對於基因的了解有多深 或者有多淺 反過來來說 我想大家日常的比喻 就是譬如 當你沒有讀過電視工程 何君不在 完全不明白 對 當你這部電腦輸不到的時候 你真的會去debuck模式 我假設你會去debuck模式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條電視工程 都在 但基本上 我們還有一個沒有讀過電視工程的人 其實不知道哪條電視工程出了事 或者我們玩遊戲 突然突然崩潰了 我們想調查原因 我們的知識很有限 即我們可以上Google搜尋 即我們當你懂得上Google 我們可以找到哪些東西 鮮明尼是有問題 但由於我們沒有電視工程 一個深入的了解 其實我們去除了某些東西 所謂說debuck 或者將一些有問題的東西 斬走了之後 其實我們是不知道 附帶有什麼問題 對 直到要出事 出了事 對 或者打一個再老一點的 比喻 例如你一個阿婆 你對電器很不熟識 那鮮明尼有個零件 你會覺得它好像不成功 好像噴火花 那你是拔走那個噴火花的零件 可能在短期裡面 你的電器會溫得回 但長遠來說 那個零件當然有什麼作用 還有會有什麼後果 其實你也不知道 人類我們現在對於基因的理解 基本上就是跟一個不懂IT的人 即是debuck 還有一個阿婆 即是收你電器 其實是差不多 哎 仆街又年齡歧視 哎 糟了 我說到好像所有阿婆 阿婆都會電工 對 可能阿婆會電工 又要被人投訴 對 對 這是第一個 就是關於 Lulu和Nana的健康 或者他們之後未來的關注 第二個就是 真的去到這個倫理 或者道德上面 因為其實都倫理可以說一堆 所以我應該會拆開 慢慢再跟大家說 首先第一件 就是剛剛何健康 他有說到 其實就是說 就是 他就是 他收了三十一萬 還是給了三十一萬 你說什麼 就是 他說 現在生了 Lulu和Nana那對夫婦 是 他們聲稱是知情 是明達的 是 我根據一些新聞報導 他們說 這對夫婦其實是高中的 即是高中程度 即是高中程度 那個生物學上的 我理解是高中程度 他說 受過良好教育 對 受過良好教育 對 就說是高中程度 對 我假設 可能他適合一些 基本的 jeans 這些 但問題是 關於 去到一些 臨床研究的 一些 細則 或者一些做法 是非常之嚴謹的 舉個例子 首先你要 譬如說 我想試一個新的手術方法 我想做個臨床實驗 我就找你參加 你知道我第一項要做什麼 要找對照組 不是 我已經決定要找你 簽同意書 你簽同意書 那同意書 你應該會經過一個委員會 去審查過 才可以放你出去 可以開始找人 而那個同意書 它就寫明 叫做AIDS Vaccine Development Program 你試試翻譯中文 AIDS 什麼 AIDS Vaccine Development Program 愛知疫苗發展計劃 疫苗 疫苗 是 疫苗 人其實是疫苗 你聽到這個 疫苗為何無緣無故 你這個明明是一個基因工程 的試驗 但他是把那個同意書 叫這個研究的名字 叫做疫苗計劃 疫苗計劃 完全兩碼不同的東西 你這樣看完全感覺不到 你在做基因工程 對 是兩碼不同的東西 所以第一就是說 賀健斐 他在找病人入研究的時候 他是不是用同樣的字眼去解釋 還有他這個同意書 是用這樣的字眼 他當時是否都如實地解釋給病人 到底這個真正不是一個疫苗 而是在做什麼呢 而是在做一個基因工程 哦 即是中國人最出名的 藍道女槍偷騙拐騙又來了 有其事人 對 是拐命其事人 第一樣 問題就是 可能他不是想偷入鬼片 即是我們現在的解讀就是 你騙人說你做疫苗 實際上你是基因改造 其實他真正的看法是 他將那兩個嬰兒當作疫苗 你明白嗎 當他這兩個嬰兒成功發展完之後 他就為人類創造了對抗愛知的疫苗 然後將這個疫苗 即是基因改造 去治癒人類 雖然不是完全對的 但也有人這樣挑戰他 他反駁的就是 其實他就覺得 這個 GENETIC ENGINEERING 其實某程度上 都好像一個疫苗 就是因為你打進去之後 就可以對一個病免疫 真的很誠實 那種自然是一樣的 即是他這樣說的 即是我覺得 跟賀健斌說話 有一點點吵架 即是你說 死八婆 是呀我是八婆 吹什麼 賤種 我是賤種 吹什麼 賀健斌走出來說 是這樣的啦 吹啊 我覺得很棒的 你很難跟他吵 不過 討論這麼多之前 中場也要休息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大家消化一下 因為 今節的內容很豐富 我們突然間 本土最前線的高度 由一個論證節目 提升到一個大學的 生物科技初階 所以要給我們中場時間 聽眾的大腦休息一下 或者再好學一點 再上網查一些進階資料 我們第二節回來繼續說 restricted 還是一堆 一堆 進階 一堆 回來 一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